丁敏摇摇嘴唇 握住了丁柔的手腕 我是为六妹妹好 怕你所托非人 最近尹大人不是常给祖父来信吗 我怕祖父耽搁了六妹妹 他娶了佳柔县主 到时影响六妹妹的规御就不好了 这你可放心 祖父很疼我的 不会害我呀 我只求三姐姐少说两句便可 丁柔睁开丁敏的手 含笑的眼眸堆起寒冰 您可别在外面乱说话呀 丁敏脚底下涌起一股凉意 嘴边一出一丝苦笑 楠楠说道 我还能出府吗 自从他们从兰陵侯府回来以后 丁敏就陪大太太按在府里 以前还准许她时不时的去参加小姐们的聚会 如今丁敏想要出去比登天还难 即便她接到帖子也出不去 养病是很好的理由 大太太出门应酬也不会带丁敏 她本身就是庶女 根基不深 哪家贵夫人会在意她呢 根本无人在提起她 丁敏心中是有苦难言 向父亲告状 一定会更加得罪母亲 而且丁栋不会理会丁敏 那宅的事情 庶女的亲事 她很少出生 唯有对丁柔时 她会关切地问上一句 自打知道丁老太医会安排后 她也不会再多问了 三姐姐不是要去承松园吗 是去承松园 丁敏追上丁柔 想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嗯 祖母身边有客人 六妹妹一会儿换身打扮吧 我记得 你有一身月白色的白褶裙 不妨换上 哪位夫人来看我祖母啊 是王夫人 同祖母很熟悉的王夫人 嗯 她是谁啊 丈夫姓什么 丁柔好奇地问道 丁敏虽然尽力隐藏情绪 但她能看出一丝的波动 她夫家姓梅 有个儿子中了近视呢 许是祖母想同梅家结亲 听说梅家是忠厚人家 丁敏向丁柔眨眨眨眼 丁柔笑道 三姐姐放心吧 我不会同您装 您打扮得这么好 不就是为了王夫人吗 六妹妹 我 丁敏之上丁柔 着急地解释道 六妹妹 你听我说 王夫人 和蔼慈祥 心底仁厚 同祖母是顾交 她唯有一子 如今高中静视 家中简单 我是为了你好 才提醒你 祖父 不会考虑你的意愿 她想的最多的是丁家 六妹妹 即便不为妻 一旦所选的人家 丁柔含笑望着丁敏 平淡地问道 三姐姐说得这么好 为何你不去呀 我 我 我同六妹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 不都是数女吗 丁敏抿着几唇 毛巾里 有些许的受伤之色 丁柔懒得再理会她 先进了程松源 不是丁敏不够善良 丁柔也打听过梅记事 但在新阳王府时 她见过丁敏 劝解过她 远离其遇 又有以前的种种 丁柔看不出端倪来 白费她两世为人 梅敬是才学不错 为人也稳重 刚直不阿 但缺点同样也在此处 刚直的不会转弯 围观之道 讲究的是刚柔并记 过于耿直不懂的变通 也许会有祸事 丁柔既然选定了隐成扇 就不会再想其他人 梅记事 如果有个聪慧温柔的妻子相帮 改一改她的脾气 不见得做不出一番成就 前生丁敏嫁的就是她吧 宗母安 王夫人安 丁柔恭紧的向太夫人行礼 在她身边 坐了一位四巡左右的夫人 慈眉善目 乐乐大方 从衣着打扮上看 夹景阴时 佩戴的拆环 虽然说不上华贵 但每一件都很上讲究 手腕上的包与赤金镯子 很有些年头 八成新的紧断衣裙 在太夫人面前不威不亢 尘边露出和善的笑容 快起来 是府上的六小姐吧 声音沉稳 透着善意 丁柔再扶了身 见过王夫人 太夫人笑着点头说 哦 我养在身边的六丫头 醉是闹人不过 方才呀 我打发她 去取金刚精了 王夫人看向干净轻瘦的丁柔 眼里的笑意越浓了些 丁柔并没有向丁敏所言 换上简单的衣服 也没向先来一步的丁敏 眼里四射 拆黄环绕 他头上的珠宝首饰 得体促新的裙子 恰到好处的配饰 选出丁柔在她一夫人跟前 极致有脸面 也是个得祖母恩宠的孙女 丁柔笑盈盈的将金刚尖送上 听皇家收局的管事说 过几日还会到货 孙女又给你盯下了几本 并让管事留意第七卷 如果再得了这一卷 这套经书就全了 自作主张 金刚星到了 我可不给你银子 太夫人满眼的笑意 丁柔能这么做 是因有心 因孝顺 如此贴心的孙女 她又怎么会不疼心 孙女孝敬祖母 几本经书的银子 还是有的 您别当孙女一穷二白的没银子呀 丁柔说着话 围着太夫人忙碌起来 端茶 上干锅 以及新买来的点心等等 不像是丁柔一样 木头一弯的坐着 对太夫人极为的孕心 王夫人笑道 哎哟 六小姐 是个孝顺的 有这么个直冷直热 活泼孝顺的孙女在身边呢 莫怪我看您都年轻了不少 身子也越发的硬朗了 太夫人笑道 哎哟 年轻不敢说啊 有了六丫头啊 身上倒是松发了些 她呀 最是不务正业 最是会鼓到新鲜的玩意儿 书房就在前面 她每次去呀 都会找些个石婆啊 什么的 鸡飞狗跳折腾着 说是养伤 哎哟 我这一日三餐呢 就没重过样 还总是拽着我 去试弄花草 去外面走 你方才看见那条 都是石子的涌道 她就是仗着我 惯着她 胡闹得紧 哎哟 你可别夸她 一会儿啊 珍宝又得意了 丁柔笑着将枕垫放在太夫人背后 绝嘴换道 祖母啊 太夫人戳了丁柔额头 批剑丁敏 对同样含笑的王夫人说道 哎哟 六丫头不会做诗词歌赋 让她练习古琴 我听着呀 跟钻木头似的 女红真早也不好 若说我这些个孙女中啊 三丫头是这些都拔尖的 丁敏身子一枪 并没因探夫人的夸奖而露出喜悦来 反倒有几分巨傲的神色 瞥了眼王夫人道 雕虫小技不算什么 孙女以为做得好诗词 才能当得才女之名 同孙女相交的小姐都是如此 王夫人移开了目光 丁柔感觉太夫人的手臂轻轻颤抖 握住了她的手臂 盈盈笑道 三姐姐所小所求 眼妃寻常人可比 三姐姐是才女 孙女 孙女 您可不能嫌弃我 太夫人缓了缓神色 笑沉道 哎哟 你这丫头啊 我何时嫌弃你了 给你炖你的银耳燕窝 还在厨房喂着 你一会儿记得喝啊 出汤门也不多加件衣服 穿的也太单薄了些 方才我听见外面起风了 这么大的人还不懂得照顾自己 真真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呀 祖母 丁柔笑嘻嘻地将手贴在太夫人的后背上 你是我的祖母 不操心我 操心谁啊 王夫人勉了口茶 有些事不用说 他也明白了 丁柔受尽祖父祖母宠溺 不会低价 孙小姐不是她儿子可以高攀的 儿子到了成亲的年纪 王夫人一直想为她挑选个好媳妇 也走动了几家 后想到同丁府太夫人有故 丁家的孙女远多 掌房丁柔大人的嫡女是不敢想的 儿子娶丁家庶女倒也不会委屈 刚才见到丁柔时 她眼前一亮 身份品貌都合适 通声的气派也不比迪处的小姐差什么 活泼可人 又是心细孝顺的 既不自卑亦不自傲 又透着一股机灵稳当的劲 受太夫人教导 要想行事上不会差了 当家也能稳得住 王夫人有心 可太夫人无意 她不会自讨没趣的开口 太夫人 七小姐到了 太夫人微微一正 丁柔稍愣后笑道 是七妹妹有什么好东西 孝敬祖母来了吧 得 又来一个抢祖母的 我迎七妹妹去 丁柔去了外面 太夫人摇摇头 同王夫人说 哎呦 看她的样子 哪里是迎七丫头啊 她们两姐妹亲近 七丫头来见我时 免不了通她叽叽喳喳的 她们虽说是堂姐妹 但通亲姐妹一样 我这些孙女啊 就没有不通六丫头亲近 谁都愿意同她说话 哎呀 我的大孙女 兰陵侯夫人 疼她跟什么似的 柳小姐看着就让人疼 别说您了 就是我看着她 也高兴些 王夫人笑着点头 西小姐是二房的女儿 丁柔同姐妹相处得好 意味着她也会帮姐妹 不是不顾姐妹死活的自私人 或者想将姐妹压下去 单独她一人风光的人 看丁家的样子 丁柔是打算许给名门望族 到时她不会忘了娘家的姐妹 因亲裙带 能攀上丁家 对儿子的仕途也是有好处的 原本有些失望 准备告辞的王夫人 不动声色的陪着太夫人说话 看一眼七小姐再走 在门外丁柔问道 七妹妹 怎么这个时候过来呀 丁云上身穿着胡褶褶褶子 下穿一条洒花不垂地长裙 辫子垂在胸前 头上拆环配饰淡雅别致 趁着她整个人亭亭欲立 离窝含笑 要有种落落大方的气质 官知视为可亲 不像平时那么沉默 丁云低声道 我就是想来看看 丁柔拉住了丁云的手 向旁边站了站 同样压低声音说道 王夫人也在 是梅见识的母亲 啊 梅家也是殷实人家 她 我见过的 丁柔正了正 啊 新妹妹见过 嗯 在西阳王府见过一面 在街上又见过一面 她是个好人 丁云 微垂粉夹 兴眼含羞待怯 语调平静冷静 我同六姐姐不一样 我除了是二房嫡女之外 哪处都赶不上六姐姐 父亲种过叹花 在京城也不有才名 但是 如今不过是个小丽 逼不得步步高升的伯父 母亲 倒是一心为我张罗 可我如何配得高门呢 我也不爱同人相争 后宅的是非 我最为不喜欢 我知道她会善待妻子 又是近视 不求她将来飞黄腾达 但也不会亏待我 没家家风 很清正 就一个代价的小姑子 我不想让母亲 再为我张罗了 看了二姐姐 被贵妾压得凄苦 我还能不怕呀 二姐姐是述出 二婶不会不给你 找个好人家 六姐姐怕是不知道 四姐姐也是母亲 给选的 她从四姐夫情投一合 可现在 四姐姐是心里有苦说不出 四姐夫落榜后 不想着奋发向上 越发学着风流名士的性情 家里妻妻成群 四姐姐不能多说一句的 那种日子 即便锦衣玉食又怎么样呢 我不愿意过 丁柔惊讶于丁云的果决 她不贪图富贵 她也在选择将来的丈夫 信不过二太太的眼光 梅一家是不错 但是梅大人的刚直的脾气 如果能成的话 我会多劝着她一些 陛下是民主 她不贪慕 心思纯状 总不会真的怪罪于她 丁云挽着丁柔手臂 轻笑道 一旦她成了六姐姐的妹夫 你不会看着我受苦的 对吧 六姐姐是好人 我听六姐姐的话 不后悔吗 当然不 六姐姐不知道 她真的是很好的人 也许王夫人看不上我呢 丁柔扶中了丁云的头差 还笑道 七妹妹也是个很好的人 王夫人看中笑道 细心 丁云感谢般向丁柔笑笑 平稳了呼吸 迈出这一步很难 但让母亲安排婚事 丁云又信不过她 母亲是很疼她 但母亲一心想让她高架 丁云不喜欢太复杂的环境 她碰见过梅境时 一悄悄打听了梅家 各方面都很合适 王夫人能让祖母亲自招待 想必是品性比较好的人 低价一些 也让丁云更有信心 即便一会儿母亲反对 祖母发话了 她也会同意的 丁云真不想嫁给侯府的公子 听说她同四姐夫谈得来 丁云见过丁云苦涩的泪水 她握紧了拳头 侧脸又看了一眼含笑的丁柔 见到她眼中鼓励的神色 她有勇气很多 六妹妹没拦着她 证明梅大人是个不错的人 谁人能识全识美呢 一旦地结姻缘 丁云会帮着她 像六姐姐说过 以柔克刚 让她多一分圆滑 少一分泛上直言 丁云走进了屋中 丁柔转身去了厨房 她是不会去抢丁云的舞台的 让王夫人发现丁云的好处 这段姻缘就定下了 在厨房 丁柔喝了一碗银耳燕窝后 开始安排起太夫人所用的晚膳 丁柔隐隐听见屋子里传出弹笑声 丁敏不想嫁的人 并不意味着没人要 过了小半个时辰 丁云代替祖母送王夫人出门 丁柔看见后 堆着托盘 笑隐隐地走进屋里 祖母 是不是百善啊 丁柔看见丁敏 跪在太夫人面前 愣了一瞬 丁敏 确实让一心为她好的 太夫人失望了 但怎么会下跪呢 太夫人面臣如水 面色非常的难看 丁敏乌叶地说道 我的亲事 父母做主 如何我都不会违背母亲的意思 太夫人嘴神动了动 他抬起了手臂 想要打醒丁敏 手臂停在半空中 见到丁敏 倔强执执着的目光 慢慢地放下胳膊 重重地塌了口气 唉 跟你姨娘一样 愚蠢 愚蠢 头顶 祖母 丁敏 七七爱爱的无言 既然 王夫人相中了七妹妹 便成全他吧 没今事 如果不同 信阳王府二少爷 住嘴 信阳王府 是你能提及的 太夫 立色地喝止丁敏 眸光闪过阵阵的寒芒 我不管你如何想的 信阳王 为寻贵之首 镇守北疆多年 保大秦平安 你再敢对信阳王不敬 我绝不容你 丁老太爷能成为帝师 是因太祖皇后提拔 为官时 又曾受过信阳王太妃的恩惠 虽然穆太妃早已经忘记了 但丁老太爷一直记着 他也同太夫人同丁柔说起过此事 丁家不会巴结全秉赫赫的信阳王 但也容不得丁家的人面试信阳王 丁柔打算退出去 丁敏还累到 祖母 您难道看不出信阳王府的凶险吗 据安思危 信阳王权柄太盛 一旦 一旦 住嘴 你给我住嘴 太夫人拍了下桌子 丁敏脸上又露出一份不被理解的痛苦 看向丁柔道 祖母听六妹妹的话 祖父也看中六妹妹 你也是个明白事理的 你为什么不多劝劝 在你眼里 还有丁家吗 你快对祖父祖母的疼爱 别人许是不懂 我不信你不懂 你不是一直远离西安王府吗 你光想到你自己 却没想过丁家的安危 一次次的看我热闹 你可以帮任何人 却不会帮我 你对陌生人都比对我好 六妹妹 你到底有没有向我当成姐姐看待 为什么不肯帮我 为什么 丁敏眸子赤红 难言仇恨 丁敏怎么又冲着她来了 丁柔放下托盘 仔细地看着丁敏 看来是被王夫人刺激了 前生丁柔到底做错了什么 没有帮她吗 让她如此耿耿于怀 处处想着报复她 防范她 丁柔轻轻地摇头 如果丁敏想不通的话 这辈子的路会越走越窄